欢迎来到西敏小药理问答 西敏小药理问答是有许多的牧者与神学家 在1647年与伦敦的西敏大教堂开会所制定的 它的目的是在于制定共同信仰的准则 西敏小药理问答它包括了107个问答 它也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导论 第二 人所当信的 第三 人所当行的 所以西敏小药理问答 它最早制定的时候 是为了那些起初刚信主的人所预备的 所以呢 它的内容简短易懂 精简而要 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时候 联合上经文的经义 更能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 愿上帝祝福你 今天就来到了第五十二问 第二条诫命所举出的理由依据是什么呢 回答 所举出的理由依据就是 上帝在我们身上拥有主权 我们是属于他的 他就热切地要求我们 以正确的方式敬拜他 那么 他的特别的理由 就有三点 第一 上帝是我们的君王 因为上帝说 我是耶和华 第二 我们是属上帝的 因为上帝说 我是你们的上帝 那么第三点 上帝对于他自己如何敬拜他 是极其的关切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说 上帝是忌邪的上帝 所以 那么在圣经当中 是如何向我们启示的呢 在出埃及记 三十 三十章 三十四章 第十四节 经常记得说 不可敬拜别神 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 名为祭邪者 阿们 那么在诗篇四十五篇 第十一节 经常记得说 因为上帝是你的主 你当敬拜他 阿们 诗篇九十五篇 二到三节 经常记得说 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因耶和华为大神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阿们 感谢主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愿我们的心 时刻清醒 远避世俗 愿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分别为圣 愿我们在地上 荣耀上帝 感谢主